各位靚仔靚女 這個星期六日沒有常識課 但沒有常識課還有零零來了 我們今天上課的時候 就講了關於燃燒 需不需要空氣的實驗 我們有兩段影片 我們未看的 我都答應了今天會放上youtube 給你們看的 我們現在先看第一段影片 就是講兩支燃燒的蠟燭 一支蓋了蓋一支沒有蓋蓋 那哪一支會快點熄熱的 燃燒需要空氣嗎? 空氣與燃燒有密切的關係 一起做以下實驗 探究一下他們的關係 先做假設 燃燒需不需要空氣呢? 燃燃兩支大小相同的蠟燭 Afghaniva 做早前 じゃあこの蠟燃燒 用玻璃杯蓋著其中一支蠟燃燭 ebenso 用玻璃杯蓋住其中一支蠟燃燭 幫我們 mug fallen 洗澈了觀察兩支蠟燒燃燒的情況 将实验结果记录下来 实验中,为什么要用大小相同的蜡烛呢? 你猜猜燃烧需要空气中哪种成分呢? 看完刚才那个影片,我们都可以知道 蜡烛A和B来说,蜡烛B是会较快熄灭的 因为在燃烧的时候会用到氧气 而当我们用杯盖着蜡烛的时候 那些氧气就未能够去补充 未能够从外面杯外的空气里面去补充 所以就会较快熄灭的 好了,我们知道燃烧的过程是需要氧气了 那我们就会想,究竟燃烧的时候 会产生什么气体呢? 我们就看另一段影片 燃烧会产生什么气体? 燃烧会产生光和热 我们可以容易见到和感受到 但如果要证实燃烧时所产生的气体 就要进行一个小实验来显示 准备一瓶石灰水 石灰水本身是清澈的 但当它遇上二氧化碳的时候就会变得运组 先将石灰水注入一个空的阔口瓶 然后轻轻摇阔口瓶几下 石灰水依然是很清澈的 证明空气里面的二氧化碳含量不多 现在用阔口瓶套注正在燃烧的蠟燭 收集燃烧所释放出来的气体 然后将阔口瓶拿走 很快地盖住个瓶口 不要让瓶里面的气体流走 将石灰水注入阔口瓶里面 轻轻摇几下 看看这瓶石灰水和刚才空瓶里面的石灰水有没有不同 那我们可以看第三部份 我们说到燃烧的时候 就会产生了一种二氧化碳的气体 二氧化碳这种气体 我们看不到也都闻不到 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些测试 去证明燃烧是会产生二氧化碳的 在这个实验里面 我们就会加入石灰水 如果石灰水 我们在平时的空气里面 其实就是 不会有任何颜色的变化 石灰水本身都是非常清晰的 但是当它去到一个二氧化碳浓度很高的地方的时候 石灰水就会变成乳白色 于是我们看到燃烧了的蠟燭 我们将那个瓶盖 倒入石灰水的时候 石灰水会变成乳白色 刚才我们也说到 石灰水遇到二氧化碳 就会变成乳白色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燃烧的时候 会产生二氧化碳 好了 我们就看这一版的实验和影片 就看到这里了 我们下星期见了 拜拜